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省家人 加拿大的老友记 上次我和大家介绍过名厨房那里的下午茶 究竟它其实那里的午餐又怎样呢 当然你早上不想吃早餐11点多钟去 就吃了Brunger真是最好的 究竟它的食物又行不行呢 现在和你看看 喂 订阅了没有 未订阅快点订阅一下 按下小钟有什么新片你马上知道 还有Share 影片 like一下他 然后有什么comment想说和我聊一下 明厨房一晚敢试在Mark Fillmore隔离 相当容易找的就是 Highway 7和McCarwin的东北角 如果你进来的时候还看到它有些雜誌 不妨拿回一本 因为每一台免费拿一本 不过现在也很少人看雜誌 之前也介绍过 它装修完了光芒很多 桌子也比较漂亮 为什么呢 因为干净 干净为什么呢 因为它经常抹 3分钟一小抹 5分钟一大抹 真的要快点保持住这里 更加清洁才行 不知是否因为它的主食用了白色 我觉得这里特别光芒 所以这里的灯和窗和桌和墙 十分白白正正 这里的冷气风口现在大很多 所以很快就吹冷了食物 所以要吃真的要快手一点 他知道我们会share来吃 所以都拿出公筷 普通筷子给我们 服务也不错 麦兜都说来茶餐厅要A餐 B餐 C餐 没有的 只有常餐 常餐有什么 有这些东西 来吧 沙爹牛肉汤米方面 这是常餐的一部分 看起来 刚才的 沙爹牛肉 份量也算正常 不是多 酱汁也不多 这么多牛肉 这么多酱汁 就不会有一些 可以淋到其他 但是倒了下去之后 加上的颜色 加上的颜色也不错 吃下的这个米粉 是挺好吃的 米粉的质地 不会太硬 也会软的程度OK 牛肉相当之软 它应该处理过 味道沙爹味也挺足够的 沙爹味不是很重 花生味 如果你想要花生味多一点 就不是这种 但是我觉得 正常香港的沙爹味也OK 就是这样 看一看 看一看的 横尼的份量 看看这个样子 把简直的中间 切开它看看 如何的样子 横尼我最喜欢 就是状态 不要太熟 看起来 这个横尼 状态 都可以的 看起来 哇 都很多火腿 不错 这个 OK 虽然横尼看起来 就没那么熟 但是吃下去 都是比较熟的 你看到都没什么蛋漿了 我最初以为看起来 好像里面是流浓的 流浓的 但是不是的 原来都熟了 但是 火腿就 够了 这么多火腿 夹出来吃也行 看起来 这里的罗宋汤 我一向都觉得不错 看起来 蕃茄油相当之吸引 送来说 都叫做有点 红萝卜 椰菜 必然有的 洋葱 很多角眼 试试的味道 嗯 是酸的 但是酸得来OK 而且它有很多 蕃茄油 你看到 所以 这个味道 一定是好吃的 起码就不会觉得 好像水稀稀 老实说 这里的罗宋汤 我都觉得是数一数二好喝的 所以如果你喜欢喝罗宋汤 这个味道是不错的 一直在吃 我喝了一些中汤喝 试试的中汤味道 先看看 一般的泪汤味道 也算OK的 我覺得羅宋湯可能會比較鮮味 試試這個京醬烏冬 這個烏冬看起來的樣子不像烏冬 我覺得像粗麵多 都蠻好的 就算烏冬也不是我們吃的那些贊旗 有些什麼菜呢?有些肉絲 也有些好像是 蝦人仔 野菜 還有蔥 紅蘿蔔 不是紅蘿蔔,是辣椒來的 味道如何呢? 試試 如果說午餐來說 這個算是蠻值的 如果你吃到辣的 這個辣的也蠻好吃的 就不會說很寡的味道 因為我很怕這個茶烏冬只有一點鹹味 就好像吃麵粉糰 這裏就不會了 有一點辣味釣出來不錯 蝦人小小隻 都叫爽的OK的 肉絲和其他的味道 整個都是不錯的 我想這個也挺好吃的 這裏就叫做七彩新竹米線 如果說七彩大家記不記得香港的廣告 七彩蝦吊姐姐 我也很久沒記得了 首先看看有什麼顏色 有紅色有綠色 綠色就是綠青椒 紅色有紅椒 還有這個蟹柳 蟹柳看樣子 肯定不好吃的 不過叫做油 還有一些蝦粒 切碎了 咳咳咳 為什麼呢 還有這個芽菜 米線也是用新竹米線 比較幼 炒起來整個黃色 應該也夠味的 吃下去之後 覺得這個新竹米線的味道 就淡了一點點 而且擺放久了 這可能是我們的問題 一如既往 這些蟹柳 都是真是很假的蟹柳 純粹是假的蟹柳味 和麵粉糰 但是咀下去 如果它切薄一點 細一點 我也覺得容易入口 如果大粒 就真的吃麵粉糰 如果有興趣試一下 這個可以考慮一下 現在新裝修完 你叫辣油 它是這樣給你的 加些辣油 應該調味之後 就會比較好一點點 嘩 應該挺辣的 這個荷葉飯 就叫金針雲耳牛肉 看到的飯是黃色的 即是說可能也炒過底 即是加了些東西 肯定是不錯的 那些醬汁拌上去也挺好的 金針雲耳這些很正常的東西 雲耳 金針剛才我看到底有的 對啦底了 另外還有牛肉 牛肉爽不爽呢 看一看 看起來有些都切得細細快的 薄薄的 應該也不錯的 之前我吃過的荷葉飯 這裡很靠豉油 但是這個金針雲耳牛肉飯 它是包了醬汁在這裡 拌了醬汁之後 飯的味道挺好吃的 不會說很淡 所以有興趣來試試也行 這個奶茶的質地看起來的樣子 顏色是OK的 我倒下了一些在碗上 沒所謂的 在碟上 試一試 試試看 都是滑的 就不見它有什麼奶茶的膜 在上面 那是不是用全瓷奶呢 就不知道了 但是味道也不覺得很濃 那是OK的 我倒下了兩包糖 這個奶茶你都見到 茶味 都是有一些腳在 很多 挺多下的 所以喝到尾 如果不喜歡茶腳 就不要喝了 好啦 付錢了 那個荷葉飯 是特別製造 所以14.95元 那常餐10.95元 相當抵食 你想想 常餐這麼多食物 都是十五里感的價錢 還有這個京醬肉絲粗炒 它有時叫烏冬 有時叫粗炒 總之13.95元 炒碟東西都這麼便宜 抵食了 這個 七彩海王新竹米 可能因為叫做海王 有些海鮮 所以貴一點 15.95元 但是我覺得這些海鮮 上把 總數是55.8元 加上這個HST 就是7.25元 就等於 63.05元 那就加貼士了 好了總結了 明廚房 我覺得它裝修完了 真的應該來試一下 它的炒菜方面 真的好吃了 而且價錢 也算是挺大眾化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喜歡吃茶餐廳的東西 來這裡 就應該沒那麼失望 記住進來的時候 如果還有本雜誌可以拿一下 好了這次就介紹到這裡 如果有什麼想說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是坑家仁 下次和你再找個東西吃 拜拜 做什麼 rot的東西 işte 這個 mutual 這就是 有什麼便敵的事情 我會知道 說得比 好 你知道嗎 的話 就在這裡 有什麼好 你明白嗎 我想要對 現實 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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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这条影片就到这里 请大家订阅 点赞 留言 分享给你的朋友 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